大家欧盟跟英国 在平安夜中 美英国签订了脱欧的软协议 并且正式进入了英国偏安一语的新章节 为什么说英国是偏安 因为实际上英国他没有实际的敌人 就连中国也不能说是英国的敌人 因为对英国来说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依赖中国的程度很低 但是你又不能没有中国 而且英国在军事上面也没有力量 可以跟中国为敌 而且距离也太远了 所以说你透过这些跟中国的合作 一带一路的交通 对英国都是月需作用的存在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往来 问题是美国在这里 美国跟英国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同文同种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美国要说什么 基本上英国也只能照做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把它举个例子来讲 英国就像一个老爸爸 美国现在就是一个长大 而且当家的一个儿子 所以说老爸只能对当家儿子的溺爱 而且又很无奈 因为他说的就必须配合他 但是美国要做什么 英国要照做之外 美国自己有没有一个儿子 美国也有一个儿子 一个养子叫什么 叫澳洲 美国对澳洲这个养子就不一样了 养子出的事情 干爹很心疼 支持你要加油 但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想办法 这就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澳洲 澳洲现在在中国之间的经贸 几乎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停摆了 当然澳洲有议员 当然大声几乎是说 应该对中国刻以铁矿石的重大的关税 来抵制中国 让中国无可立罪之地 这是不是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把这个都断掉 人请问叫澳洲的GDP 跟百姓要怎么生活 你抵制了他 中国真的就完全没办法吗 不会他可以买到其他地方 哪怕比较贵 中国有的是钱 不怕你不差你这一点钱 最好更有意思的是说什么 很多人传言在澳洲里面的传言 我觉得以及他们跟台湾 真的是好兄弟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开始传言 中国有10亿人 处于饥饿跟寒冷的状况之下 不可自拔 为什么 因为澳洲牛肉进不去中国 中国人没肉吃 澳洲的煤矿进不到中国 中国人没电用 太可怜了 在这个-20度 30度 甚至内蒙古 那种40度的低温状况之下 中国人只能涩涩发抖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电可以用 中国进口煤炭 大概每一年的话 是回想一下 大概是36亿吨 对于澳洲进口的 我记得只有8000亿吨 在这个比重状况之下 怎么会觉得中国的10亿的人 都会因为酷寒 而在家里瑟瑟发抖 断水断电暂停营业呢 这样的想法 会让澳洲的百姓感到很自豪 因为中国失去了澳洲 你们简直是无法生存 但是实际上来说 当中国不跟澳洲去采购大麦 去采购牛肉 去采购红酒也就算了 采购不采购龙虾 不采购煤矿 木材对澳洲的GDP 至少会有10%的伤害 这10%的伤害 那很要命的 因为我们每次看中国有8%的GDP成长 就觉得很威了 美国2%或3%都觉得美国经济很不错 但是澳洲如果一下衰退10% 而且是在疫情后可能会持续的 那么你叫澳洲如何生存 难道澳洲的龙虾美国会买吗 澳洲的煤矿美国会买吗 澳洲的木材美国会买吗 美国有加拿大他不再怕了你知道吗 那些木材美国从加拿大买就有了 钢率他还要去跟加拿大课程高文的关税 所以说澳洲未来当然一定 我老师认为他至少会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会处于这个经济的低档 但是中国跟澳洲会不会重修就好 老师还是认为必然还是会重修就好 只要在今年或是明年 这个应该会有一些的转机 让中澳的关系慢慢的去恢复 这个是一个重点 因为他不需要得罪太多的白人国家 得罪中国没有好处 白人就白色联盟 彼此之间都是手拉手心连心 所以是说得罪澳洲 或是把澳洲置于死地 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何况澳洲东西有些程度还真的是蛮便宜的 那么重新进口澳洲东西 的确会减换中国很多的压力 说中澳之前必然还是会恢复 可能要等莫里森下台之后 他尝到苦果下台之后 新的总理上来 可能再说做其他问题 好吧 那么回来英国 英国在脱欧之后 他紧接的跟土耳其签订了贸易协议 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模式 继续的贸易往来 这其实不大会例外 不大会让大家意外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本来就对彼此的贸易 有很重要的一个依存 是依存而不是依赖 因为土英两国彼此都不能或缺彼此 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上的事情 但是问题在欧盟 欧盟的成员国对英国就没有这么需求 尤其在中欧投资协议之后 欧盟的成员国可以大举的进入中国 享受没有合资压力的企业版图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市场 而且他只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人事成本的保地 这块大饼对欧盟的成员国来说 是一个进军亚太的大好时机 无论是人才或是资金 到中国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而中国为什么要开立这样签立中欧投资协议 当然除了大家都已经评论出来的 就是地缘政治的胜利之外 大打了拜登一个大耳瓜子 也不算之外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欧洲各国不必在香港为跳板 直接可以进入中国 在过去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欧资你要进入中国 通常会在香港先设立一个基地 然后再进入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必须要内外资合资的一个企业 所以都会留一手在香港当作关键技术 或是关键零件的进口单位 他就不用跟合资的公司来生产这些关键技术跟零件了 但是未来欧洲的企业是可以直接进入中国 避免了香港当地的局势混乱 或是疫情的不确定性 可以直接的做生意 香港问题从这边可以获得一个平衡点 好我们刚刚被和谐了一下 郝雪老师刚刚有看那个荧幕就知道 可能讲到香港就是大家都不愉快 就是 我们还是想会稍微讲回去一点 所以基本上 中欧投资协议是长期淡化香港的必要性 避免美国又再次狙击中国的一个隐患 香港未来只会成为资本筹资的一个中继场 以及机弄游戏的次战场 当然主战场他还是会移到了深圳 深户广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战斗 只要香港未来不再惹事 基本上香港他的长治久安安和乐利 以及旅客的往来旅游业的兴盛 都是可以慢慢的复苏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黎智英的逮捕以及泛民议员的出逃 一个是故意抓 抓起来杀鸡井猴 一个是故意放 放着你 放着你不要再回来 因为要抓的你跑不掉 要放的你回不来 整体的套路其实基本上不会超到哪里去 过去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未来大概也是这样 那么在等未来十几年20年过去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基金的泛民派老了 新一代的中国香港的新生代长大了 那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那是一批没有受过英国统治的那一批新生代 那么其他国家想在意拿这样子英国过去怎么做 来去引导说 你们应该来配合我们 这个状况就比较难发生 会不会有 还是会有 但是基本上没有这么容易了 回到重点 英国的金融业其实是软脱欧 英国也失去了怎么样大量的资金 以及人才 英国剩下的大概跟英国老人所希望的一样 是什么呢 拥有制造业的工业帝国 日不落帝国 会不会跟老师讲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所以说我们再讲一下 就重复讲一下 今天一直被民主 我们这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们被民主很正常 好吧 所以说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说你技术制造业的技术 英国是有的 但是劳工没有 因为你过去欧盟区的劳工可以往来容易 他们很想要赚钱养家 但是现在你要进入英国 你有新的移民法的问题 英国能够直接请英国本地劳工吗 当然可以 政府绝对欢迎你请本国的劳工 但是本国的劳工很贵 而且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本国的劳工很会罢工 因为他们有工会 开玩笑 工人的工人要强大 对不对 工人力量大 中国这样的工人力量大 对不对 工人的权益 这个状况对于工厂的资本家来说 是会大举的拖累了英国原本 运行的工业模式 成本上面当然也是一个考量 所以说这么多的问题状况之下 对英国的业主来说 这绝对是一件坏事 我们又换过来了 因为你现在急得要生产 你请了英国的本地劳工 我相信还是有人会去去救 但是你就业率提升了之后 降低的是工业上的竞争力 就像老师上周讲到的 你一样的东西在不一样的地方生产 你的成本就是不一样 那么资本家商人无祖国 我们在哪里有钱 我们就往哪里去 这些工业难道不会回到中国来 不应该去到中国去 然后通过一带一路 不这样子再运回英国吗 对英国来说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英国的国力 再失去了巨量的外资的资金 以及金融中心这两块 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国几乎没有再次强大的可能 英国的未来只有老兵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 因为英国因民主而进入了欧盟 但是他在欧盟中享受到欧盟一体化的好处之后 又因为民粹而脱欧 虽然未来不至于会沦落到像什么 像委内瑞拉这样子一绝不振 但是他能够持平 就已经是一个很造化的事情了 而英国里面强大的下一代的精英 因为英国有很多的精英 包括他们的高等教育 培育出来的都是精英 都是一个高等人才 他们当然不见得会在英国里面死守 他们也有可能到了欧盟区 到了德国 甚至到了亚太地区 甚至到了美国 因为美国应该不大会 应该跑到亚太地区 来重新发展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事业 所以说问题又在一个 除了资金的流失之外 人才的流失是英国要面临的更大的难题 有一些朋友他在英国经营的中国 到英国留学了 我相信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做 但是移民的部分其实要考量到一件事情 你移民到英国 你除了享受他的国民的福利之外 如果你没有要念书 基本上你要从英国当跳板进到欧盟 就是一个阻碍了 因为欧盟本身就不怎么待见英国了 因为你脱欧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 你脱欧如果让你过得很爽 那么其他国家 其他遗欧派的难道不会跟得走吗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移民的生意可能会要稍微想一下 但是留学生意还是可以做好吗 而讲到这里有些人就想说 老师你一定讨厌白人 你这个舔共亲重的那个亲共的一个人 对不对 不是 在除了英国之外 欧盟区就包含在德国跟法国这个双强的领导之下 将会走向下一个辉煌的年代 德国继承了英国的资本 未来的数年成为金融中心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德国来说就可以是一个激弱的经济的一个大环单 他不但有了欧盟区的强大的权力 而且他有拥有了更多的财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德国跟法国比起来 他的恐攻事件比较少 德国这个德国人他们的稳定度是相对的是比较高的 那么德国他转型成为工业金制工业以及金融双强的国家 这个是可以预见的 而法国拥有了年轻力壮的马克宏这个领导者 对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只要他不再去惹恼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系列 基本上马克宏他现在做的安内攘外的策略 也就是让劳工的待遇比较正常化 退休年龄你不会让你45岁就退休 慢慢的适时的法定化 还有他让法国的军事也再次强大 都可以让欧盟区多了一个骨干 马克宏的救亡图存 基本上对法国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在德法两国的在这个双强的领导之下 加上中欧投资协议的签订 可以透过中国进入到upset这个体系 那么欧洲区的强大必然会在2021年的秋冬季起 逐渐的好转 而且游戏局以外的英国跟美国 他们要如何打破这个极其不利的状况 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各位要记得欧洲未来是非常看好的 老是一直坚持在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未来一定是四强分立的状况 很多人认为是三强 其实还有第四强 当然就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 那第四强一定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他现在不讲话不代表他未来不会讲话 普廷他未来可能会下任 但是俄罗斯他不会去弱化 因为他是俄罗斯 俄罗斯是一个得天涂厚的存在 也是一个在历史上他一直涌垂不朽的一个俄罗斯的帝国 他的影响力绝对是不容小觑 加上他很会选边站 一下卖武器给印度 一下卖武器给中国 跟中国签的贸易协定 这样子的聪明的一个领导者 俄罗斯还会离兴盛太远 好吧